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病虽小 可是痛苦确实一点也没有落下 让人又气又恼却又无可奈何 有些朋友为了减轻自己的溃疡 即使不吃辣 不抽烟 不喝酒 但是口腔溃疡就如同孵骨之躯 依然除湿不去 成为了很多人的噩梦 那么 今天小太医来教大家一些实用的小方法 让你从此摆脱困扰 口腔溃疡 在中医看来 可以大致分为这样几个类型 一 上胶火胜症 口腔溃疡 红肿疼痛 突然发作 经常有头面部发热的感觉 便逼 小便颜色较黄 舌头红色 舌苔偏黄 如果朋友们有上面的症状或者大部分符合 就可以用方 甲 如果有小变色痛的感觉 并且心情烦躁 就可以方甲 方一 一起使用了 方 甲 大黄六颗黄连六颗黄旗六颗使用方法 开水冲泡三分钟后饮用 可多次服用方 以 忠诚药道吃散 药垫有瘦 而胃活上公症 口疮红肿疼痛 同时感觉味蕾灼灼热 想吐酸水 口臭便腻 舌头很红 舌苔又黄又厚 这时可使用方 丙 方 丙 忠诚药育女间 药店有瘦三 脾胃虚弱症 口腔溃疡反复发作 慈禧彼服 口臭严重 没力气 打不起精神 不想吃饭不想喝水 大便沾马桶 舌头上面的舌苔 像胶水一样沾沾的厚厚一层 这时候用方 丁 方 丁 忠诚药干草谢心汤 药店有瘦或干草谢心汤 省干草12克 黄芹6克 黄莲3克 人参3克 干姜6克 半夏3克 大枣6克 自行在药店拿药 4 阴虚火旺症 一般最多见口腔溃疡是好时坏 发作时间长 颜色不是很红 疼痛也比较轻 有时候有腰西酸软 耳鸣 心烦 手脚心发热 大便干结 舌头红 舌苔很少 这是可用大家最熟悉的方 物 方 物 忠诚药之百地黄丸 药店有瘦最后 给大家介绍一个万用的小方子复印蒜 用了天天可以吃大餐不上火黄芹 黄莲 黄柏 山枝子 干姜 细心等分 盐味细末 每用少许 蝉鱼换外希望小太医的方法 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祝诸君身体健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